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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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咧怎樣咧 喔喔喔喔 甩起來甩起來 好 歡迎收看這集的康王嘴三寶 欸 奇怪 不是一個月一集嗎 沒錯 其實呢 因為三寶影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真的是消化不完 投稿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呢 假如現在有空的時間呢 在非禮拜五的時間呢 可能康王會一個月不只出一集 但是有空就會丟出來給大家看 算是一個特別的節目 那今天的嘴三寶呢 我個人是認為超級精彩 好 我給的分數是滿高的喔 那我們Let's go 媽的 紅燈了 還闖啊 OK 再給大家看一次喔 那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呢 這影片會放第一個呢 無非就想要教育一下各位喔 你看喔 大家 你看 他出發的時候 前面那台車他往左看了 又往右看 因為投稿人低頭的關係呢 但是你可以發現 其實他在出發的時候 他先往左邊看了 然後呢 雖然喀到了 但我相信呢 他一定有往右邊看 所以他才能及時停下來 所以就跟上次的水三寶一樣 好不好 很多人呢 已經綠燈了 但還是被撞 啊 所以你假如呢 有這習慣 多看一下 遇到這種闖紅燈的三寶 你就可以避掉啦 啊 所以這是教育一下 給大家做一個安全教育的部分 那正式的三寶 來 來 GO What? 欸 老伴啊 我們一起 啊 呵呵 What? 來 來 來 這給大家看一次喔 他們本來在哪裡啊 喔喔喔 傻小 老伴 咱們一起 啊 不怕沒有辦 真的假的 我真的很害怕 我每次看到年紀大的人騎車 或是在路上 我都很害怕 彷彿他們的年紀跟他們的經歷喔 已經練就什麼 他們不怕了 他們無所畏懼 實在是 小聲怕怕 OK 來 下一個 Latino 這也蠻屌的啊 lastly 他真的很屌 他直接走出來 走下馬路 完全沒有看任… inspired by www 太扯了 他真的完全沒在看路 他真的完全沒在看路 你倆要手擋 你看 就是有這種阿公 他下人行道 要走往一群車子裡面 他完全沒看路 就跟前面那個一樣 我真的覺得老人有時候是不是 是不是想懸死 還是他覺得 他人生裡沒有什麼遺憾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我看老人真的超怕 而且剛剛那個真的是有點死角 然後老人就突然衝出來下來 他要不是騎得很慢喔 要不然真的是直接就上去了 到時候可能老了一撞又很多問題 到時候給你賠償說 哇不小心輕輕撞一下還骨折 唉 這不是歧視 但我只能說真的很多三寶就是這樣 其中一寶是什麼 告訴我觀眾 You know 好 下一個 這是什麼 來 再重播的時候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種機車道呢 雖然感覺有點腦殘喔 但是實際上他還是偏向 你靠右就是右轉 然後你靠左就是直走或是左轉這樣 但實際上你看就是有這種車 你就應該要右轉的人 你走直行道 這樣子不就跟以前一樣嗎 很多車都是這樣 我靠右 然後你要右轉裝在一起 那這個車道呢 我覺得這樣的規模算是一種改進 但是我是覺得也不太好啦 你看機車就是這樣 充滿危險 好 下一個 摔起來 摔起來 再給他看一次喔 這故事告訴我們什麼 好不好 就是 騎腳板 你看看這個 欸這個車主煞車厲害 哇這個 摔摔摔起來 626 雖然認真講啦 這台車是雙黃線迴轉 但不得不說 車主的確騎了一點快 那好險他有殺住了 殺到整個後輪都往前推了 好不好 所以相信各位 大家看一下 晚上路況不好 視線不好 記得騎慢一點 你也不知道時候會有跨雙黃線喔 下一個 不瞄 不瞄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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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OK 這時候騎大家都覺得說 這是誰的錯啊 啊 蛤 這誰的錯 其實那個時候我就想 就是像剛剛我前面那個機車道一樣喔 藍色機車道一樣 就是 大家就慣數我們說什麼 喔 你摩托車就要騎外線車道 你就要靠右 靠右行駛 實際上呢 一大堆汽車呢 他們可能 對對對 他也是在內線道 他要右轉 合理 合理 但 他在最後一刻才打右轉燈 它打燈的瞬間也順便轉了 哇,真是方便啊 請問一下,我這不知道是它這架照怎麼考過的啊 有時候啦,就是假如車子貼得比較近一點的時候 我真的都會比較靠左邊一點喔 畢竟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右轉嘛,對不對 好,下一個 哎呦 來看看一次喔 這個畫質很差 其實這是死角 欸,有沒有 其實在計程車 左轉的時候,是一個死角 所以它看不到有車來 然後那個人呢,其實很明顯 媽的,就是闖紅燈 你知道,我一直覺得闖紅燈是一個很誇張的事情 但是從這幾集三寶來看 以及很多投稿來看,我真的覺得 幹,常常都很不知道在想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 我真是傻眼貓咪啊 好不好 所以呢,有時候就是這樣 小心路口多看,好不好 看不到路了,就不要衝了 下一個 怎樣呢 怎樣呢怎樣呢 喔 Shit 噴到好遠喔 等一下喔 幹,再給它看一次喔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就跟上一部影片一樣 很多人左轉啦 其實都很多死角 那就應該要慢 喔 你看 像剛剛那個是閃過了 像這個 哇,就直接出去了 哇,Shit 所以那個人呢 雖然他這邊沒有紅綠燈喔 但實際上 我覺得 第一個,那個人肯定是逆向 然後再來一個呢 他其實車速非常的快喔 你要過路口 你就是要慢 尤其是你還有點逆向的情況 你真的要害怕 會不會有人左轉喔 所以真的幫著左轉的車主哭哭啦 好不好,居然 唉,他可能已經慢了 但是那台車真的衝太快了 唉 好 下一個 右前方沒開燈 散法要小心 OK 右前方一直閃左燈 OK,這個的確也是喔 喔,OK 喔,Shit,Shit 噢 噢 呵呵 這個影片喔 就是 唉,再給大家看一次好了 其實我覺得 他講的這些 就是防偶性駕駛很對喔 就是他看得很遠 喔 比如說沒開燈的 要小心 喔,一直打左轉燈的 有沒有 一直打左轉燈的 喔,你要害怕他可能突然左轉 但是 當你鬆懈了 或是喔,沒有看到那個煞車燈亮了 Shit 就撞在一起了 嘖 有時候你知道嗎 其實齁,防偶性駕駛真的很重要 你要防範這些三寶呢 真是講,要很驚驚啦 這位車主應該是覺得說 喔 已經閃過兩個了 應該是沒事了吧 鬆懈了 卻沒看到前面那台車 突然煞車左轉 唉 我只能說啊 在台灣騎車好累啊 好,下一個 嘿,更爽更爽 對,對,對 欸,撞過了 喔,這個車友 大家應該傻眼了 來來來 欸,重點是喔 其實我懷疑 嚴格懷疑喔 這個就是朋友 自己投稿的 因為他居然在這個標題上面 直接打那個人的名字 然後寫說 某某某玩手機自甩 這真的是損友啊 要得跟他看一次啊 就... 其實我真的覺得齁 這樣子 你到底哪來自信可以 這樣子騎車的 不過我相信 有這次的經驗呢 他應該是不會再這樣子做啦 OK,然後請大家好不好 騎車不要玩手機 騎車ING OK 來,下一個 來,停 我剛才看的時候 我一度還說 他媽的大家都走了 你幹嘛不走啊 你衝他小啊 但實際上呢 來,再看一次喔 一個洞了 大家都跟著走了 有沒有 欸欸欸欸欸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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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知道是哪裡喔 但... 你不覺得齁 有時候在台灣就是這樣齁 就是... 好像多數人 做的一件事就是對 就跟很早以前 我記得有個三寶也是齁 大家一走 大家跟著走 我真的覺得... 這種心態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就是覺得說 欸,他走了 那我應該也可以吧 啊,這種僥倖的心態喔 那我覺得 不要純有僥倖的心態啦 不同的路口的人 會有不同的行動發生 啊 來,下一個 喔齁齁齁 這裡來得太快了吧 DAM 哇,這... 就不起來了耶 來,來,再看一次發生什麼事喔 喔,還沒看路嘛 你還沒看路嘛 很多時候是這樣 就是死角 然後,唉 行人最大 但是行人呢 總是為所欲為喔 連路都不看 啊,覺得汽車讓了 接下來所有人都在讓他 啊,這是一波帶走啊 這活該死好 OK 好啦,下一個 好,OK 喔喔喔喔喔喔 先 怎麼都愛逆向啊 喔,對不對 你知道嗎 很多時候我們都覺得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就他媽會有人直接逆向 喔,所以 真的是騎到慢耶 好不好 真的是傻眼啊 來,下一個 他媽又是他媽的電動機車 又是他媽的電動車啊 幹 來,拉回去給他看一下喔 我真的是極度的受不了這種 阿公 是因為認真講啊 會騎這種車的 就真的大概都是行動不方便的等級喔 當然是阿公 OK我覺得你騎在人行道 或是真的騎在路邊那種 跟腳踏車一樣 我就覺得算了 你看 看 WTF 直接這樣 就是直接這樣 過耶 你知道 你覺得很多人都覺得 我覺得他華 華人很多人都講 以老賣老 我覺得我是老人 我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真的覺得這個部分 真的要管制一下喔 警察也好 就是 媽的這種東西就不應該要上路 原因我覺得不是說這種 交通工具不能上路喔 比如說腳踏車滑板不能上路 沒有我覺得可以 但是重點是使用這些交通工具的人 很明顯啦 百分之八十都有問題 交通工具不是問題 有問題是什麼 他媽人啊 好不好應該控管一下 來下一個 你看看這個四輪觀感啊 對不對 怎麼可以帶轉呢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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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假如你開車 請問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合理的分析範圍 因為呢 接下來我要 我要左轉 但是我要放你下來 所以我決定呢 我順便帶轉 然後你趕快下車 喔我看順便帶轉可以直接走了 蛤 你看 台灣人總是怎樣 求方便圖塊 多自私 對不對 你看 這時候呢 怎麼有人說 啊你們這些人喔 直接左轉啊 機車族全都是怎樣 有什麼問題啊 對不對 台灣人的素質到底怎麼了 蛤 到底是車種問題 還是人的問題呢 跟你講 我覺得他媽都很有問題 啊 這其實真的很常見喔 再給大家看一次 其實很明顯的就是 那台貨車呢 鄉行車 他其實真的沒有注意到 或是他前方的車 突然煞車停下來 他沒有注意到 他可能會左轉 所以呢 急煞急切 急切的情況下 通常有可能就會直接 帶走旁邊的機車了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一直在提倡 所謂大陸設計問題 今天假設我們像日本一樣 我們設一條 左轉的帶轉道 我們左轉是 在路中間帶轉 等一下可以切出去 左轉 或是呢 我們路口呢 再寬一點 讓他們有空間可以左轉的情況下 就可以逼到這問題了嘛 對不對 我覺得道路設計其實 還是一個蠻根本的問題 但大家時常會去忽略 就是說喔 我打燈啊 或是我怎樣 我要注意什麼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很多問題 就是根本 根本好不好 順便提倡一下 OK 好來 下一個 等一下 你們 What 這 不是 這為什麼不讓 為什麼不讓 我不懂耶 這死不讓路耶 等一下 等一下 他車頭還沒過 你知道嗎 他根本沒看路吧 跟你講 有時候剛剛說過彎的時候 請看出彎點喔 我相信這台車呢 絕絕對對的是看著出彎點 他從頭到尾根本沒有看到旁邊的來車 他可能就覺得說 喔 左轉了 喔 那我就看著出彎點 我要出彎啦 啊 我就走啦 啊 老闆 這 這很誇張 大家應該都懂吧 就是他已經真的已經到那邊了 他也沒動 然後突然就他媽的加速 連讓都沒讓代表就是連看都沒看 呃 誇張啊 好不好 下一個 唉唷 要誰理 要誰理 左 哇 啪 哇 麥當勞歡樂送 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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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歡樂送啦 真的是直接進去加油啦 好不好 其實大家會發現最近很多影片的就是死角問題 齁 真的就是很多死角 OK 所以呢 你只要看遠一點 真的看遠一點你就可以避掉很多的問題 好 來 下一個 轉轉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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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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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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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慢動作播放來講 它其實在撞上之前就已經摔了 因為它知道什麼 那個速度太快了 它直接殺死刹車 它前輪直接滑了 然後直接撞上去 跟 這樣 這種力道 以及這種速度 以及這種撞法呢 是最嚴重的喔 我個人認為呢 其實這也是一個死角 大家可以看到喔 紅色的車子過的時候 是擋住白色的車子 所以以它那個機車的速度呢 它其實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那台白色的車子會轉 這是其實是可以邏輯分析出來的 的確是有死角存在 但是呢 這個機車的確也是過快喔 所以你看 今天假設死角加上速度過快 有時候呢 你連臂都來不及臂 應該是蠻慘的 那力道之大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這個撞一下那瞬間 那麼 Dell 好不好 願車主平安 OK 那接下來這個影片呢 假如你在吃飯的時候 請勿看喔 這是非常特別的一個三寶 但是我真的覺得太屌了 所以一定要放給大家看一下 好來 Go Oh shit Dell Open 喔噢噢! funding oh god 你是後腿 Shit. shit. s vide raz 再給他開一次喔 幹 真的很屌欸 诶 真的很屌欸 這個三宝我沒有遇過欸 但他是怎樣 喝醉了是不是 還是暈車啦 幹 就直接這樣往旁邊吐 précéd 幹 超屌 而且這樣 喔 好多喔 C D x 果然我 若是我真的是 若是我真的也會嚇死喔 阿媽那個噴的跟什麼樣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輪胎還是輪框會不會噴到 真的很屌 好啦 覺得真的很屌三寶的 想不到的好不好 留個言好不好 真的是 啊 平復一下心情 有時候就是這樣啊 三寶那種車禍危險的恐怖會看多了 我們來平復一下心情 對不對 來 下一個 嘖 草紅燈 嗯 奇妙喔 這就是怎樣 一次月兩個三寶 到第二個的時候直接爆氣 好 你看第一個心情還在看你這種 就是 很明顯嘛 你就是已經 來 紅燈了 一秒 兩秒 三秒 幹你 對不對 然後再來 這個巷子的 這個車速快到是他完全沒看路 然後直接又覺得車速超快 有沒有 幹 然後等到他媽 有人扒了或是有人衝出來 他才知道 噁他才嚇到 他才看了一下這樣子 真的是 無言啦好不好 巷子口 入口 小心注意 OK 我已經無話可說了 OK 今天的嘴三寶呢 快樂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喔 那今天的三寶是不是非常的精彩呢 最後最後兩個呢 我個人是首選 Burr亮的 Burr三寶的 剩下最後兩個啦 給大家看一下 好 看這跟上個路口好像喔 但應該不是同樣的啦 GoGo GoGo 喔 大家看到沒有 這是什麼 再開再開一次 紅燈了喔 大家要煞車了喔 喔 其實當然一來啦 這我覺得這速度跟這距離真的是 很難避得掉喔 然後再來是什麼 看上一個 你避掉了 或是你看到了 或是那個三寶 速度慢一點 喔 你就過了 但是今天假如 對方速度快一點 晚上視線差一點 就直接這樣了 所以呢 綠燈就是像第一個一樣 好不好 要看一下左右 真的一定要看一下 好不好 麻煩各位學習一下 最近真的很多這種三寶 最後一個 看這個 很屌的 OK 請注意 右邊 唉唷 好一個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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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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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看 載了人 哇 你看 兩個人抱著 抱在一起 直接 把他就慘倒 這太精彩了啦 我們來慢放一下這個滑壘 上人行道滑壘的部分喔 然後 帶走幾個人 哇 哇幹 跟你講 這裝上去喔 真的是 而且那速度大家都沒料想到喔 那真的非常嚴重 有時候是這樣啦 就真的是齁 騎車 騎慢一點 你要快可以 你要有本事快 你不是覺得說 喔 有車檔速 我閃就好了 你看 就有這種計程車 它可能會擋死 它可能會想要切就切 想載客就載客 那你看 它切進來 覺得喔 硬鑽 硬鑽的瞬間 可能水溝蓋就滑掉了 直接就撞人了 所以呢 當然我覺得某方面呢 你看這計程車擋死的路 前面汽車呢 已經停了 已經慢了 就是因為計程車突然切 下來停在路邊 摩托車就騎慢一點 啊 真的是 我覺得 這畫面真的非常精彩 啊 非常療癒 啊 覺得療癒呢 下面留個言好不好 療癒 OK 那 其實呢 要過年了喔 我不知道這一集會在什麼時候上 但是實際上呢 應該是快過年了 那也記得好不好 要過年的時期間呢 天氣冷 注意暖胎 以及呢 年嘛 年前嘛 真的有些年關要過喔 所以就是 請小心騎車 天氣冷 真的是很容易出事 很多人這樣 過年就 騎出去騎車 就出事了 所以希望大家呢 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平安安的回家 那 小心小心三寶 那自己呢 要防衛性駕駛 好啦 那這集的看到水三寶就到這裡喔 那基本上呢 我們 水三寶呢 持續在增稿 什麼增稿呢 就是 資訊欄有我的mail 你只要把影片呢 剪短成30秒以內 然後呢 丟到mail給我就可以了 那當然假如你覺得容量過大 或是畫質太高 你可以丟到google雲端 然後把連結呢 一樣寄信給我 我都會去下載回去看 千萬不要寄IG、Facebook喔 因為基本上 我不會去看啦 我不會去收 那再來就Facebook呢 我不能下載影片 好啦 那基本上 今天的康康水三寶呢 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這集康水三寶 麻煩按讚訂閱加分享 當然可以訂閱康康的小鈴鐺按下去 有更多三寶的影片 你就可以看得到 當然三寶系列呢 在播放新單內有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更多以前的三寶 好 掰掰囉 噓 好 感謝各位有看到這裡 那這裡的時候呢 其實是另外的 就是康康想要再趁這過年呢 做小活動 感謝回饋給我這些 加入會員的 因為扎實 知道康這陣其實開了會員了 那但是 其實一直都沒有回饋什麼活動 給各位會員 那這次呢 趁著新年好不好 做了這張貼紙 就是給表妹設計 表妹畫的 然後想說 有個新年快樂的小貼紙 那因為 好不好 真的有點趕 所以呢 我沒辦法一一的寄給每個會員 雖然看到會員現在很少啦 那沒有辦法寄給他們 所以呢 我就 也因為很趕 然後呢 也因為很趕 所以原本想要做一些比較便宜的貼紙 印刷貼紙 但實際上也是太趕了 所以我也是出了 就像我的 之前嘴機車貼紙一樣 衣服貼紙一樣 比較好的貼紙 那當然 所以導致數量有限 那取得方法呢 只要你是會員呢 我會分北中南三個店家 台北的話是秀儀總代理 大橋總代理旗艦店 然後呢 中部呢 是Mios的那個 我一個朋友的洗車店喔 裡面它有很多Ducati 好不好 那南部呢 當然就是大雄的騎士店了 所以呢 這次我就拜託這三個朋友呢 幫我發送這貼紙 那取得貼紙方式是什麼呢 只要你去這三家店 其中一家店 然後呢 出示你的訂閱我 加入我會員的會員證明喔 這邊就是大三的會員證明 好 大家給他看一下 給店家看一下 你只要確定給他看 確定你有加我會員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限量小貼紙 好不好 過年的限量小貼紙 基本上活動開始時間應該是禮拜二開始 因為其實我不決定貼紙他們什麼時候會收到 但是禮拜二會比較保險啦 所以禮拜二開始 那過年期間呢 當然就假如他們有營業 他們有開店 你們只要先去的時候 先確認一下他們有開店 那就可以去取得喔 所以呢 假如你看到這個影片 你想要再支持一下康康拿的貼紙的話呢 其實你現在也可以加入會員 當然啦 你假如覺得表面設計的貼紙非常爛 拿完貼紙以後 你想要下個月再退訂 也是可以 隨時都可以取消 會員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其實不強迫各位 但是呢 主要這一次還是想要感謝這些 一直莫名支持我這些 30公分 70公分的大乾爹們喔 就是一路走來一直支持 那就是 感謝這些乾爹們好不好 所以我 我盡力了 因為這真的有點趕喔 所以印刷也來不及發 我就選擇比較貴的貼紙 然後 發送的方式呢 也可能有點小bug 或是可能不盡如意喔 但是沒辦法好不好 因為 我真的沒有空寄送這些東西 所以呢 希望大家有空 或是過年的時候呢 他們假如有開店的話 或是 趁過年前 剩禮拜二 禮拜三有空的話 去找這些店家 儲持證明 拿一下貼紙吧 好不好 謝謝各位 那 實際上店家的詳細地址呢 我也會一併發在 YouTube會員專屬的這個社群裡面喔 我會發貼文 就是只有會員看得到的貼文 好不好 那假如有什麼疑問 當然你假如沒有加會員 你是沒辦法取得貼紙的喔 OK 搞清楚囉 因為他們是要認證的 OK OK 好不好 就這樣囉 謝謝各位 跟大家講聲新年快樂 那 騎車要小心喔 好不好 掰掰 新年快樂 嘶